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决定都是根据严谨的技术 不带歧视的方式所做出 也对自由市场有利 没完没了了 之前伙同美国不够 勃索纳罗还要继续搞事 据媒体报道 巴西总统勃索纳罗的国家安全顾问 艾雷诺和巴西通信部正在研究一项总统令 内容是关于巴西电信公司及其供应商必须遵守的安全条款 以排除中期 值得注意的是 11月10日 巴西政府就曾表示会一起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建立全球数字联盟 把中国控制的技术排除在外 上述美巴合作是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巴西期间促成的 他提醒巴西不要购买中企的5G网络设备 并污蔑中企是中国监控全球的中坚力量 克拉奇与巴西外交部官员会面后 克拉奇在美巴联合发表声明中提到 巴西支持美国提出的清洁网络计划中的条款 何为清洁网络计划 据悉 如果加入了这场计划的话 那么就不能与不被信赖的通信运营商合作 而美国口中不被信任的通信运营商 很明显就是指中国的通信公司 可见这其实只是美国为了打压华为找的借口罢了 其实巴西方面一开始并不愿意配合美国 打压中国的通信公司 不过美国为了让巴西加入清洁网络计划 可以说是大下血本 据悉 美国在未来会向巴西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 扶持巴西的通信公司 看来这真是验证了一句老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不过美国真的会兑现这一承诺 失道寡注 博索纳罗一人唱反调还能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博索纳罗政府排除中企的决定 巴西电信运营商早有表态 11月6日 巴西四大电信运营商 以违背自由市场选择为理由 均没有接受克拉奇的邀请 巴西电信业界人士也表示 不希望自己可以选择的可用设备变少 事到如今 博索纳罗考虑进一步限制中企的行为 也遭到了巴西政府官员的反对 12月7日 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 在参加圣保罗商业协会活动时表示 目前巴西全国范围内约40%的3G和4G设备 来自中企 如果把中企排除在5G建设计划之外 那么原有的设备都要全部拆除 巴西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业界代表表示 这样的总统命令可能会引发一场 与电信商之间的法律战 对于已经开始使用华为设备的电信商而言 如果政府发布华为禁令 他们会被迫花大钱更换设备 因此他们十分反对禁用华为 巴西曾在3月制定的规则 要求企业担保数据的可靠性 允许他们的系统被急查 而且也要求他们必须与地理区域内的设备供应商合作 但是这项规则没有办法排除华为 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 政府为了阻挡华为还考虑排除 没有在圣保罗的交易所上市的供应商 但是这么做的话 其他公司也会连带被影响 该消息人士警告 在缺乏合理正当性的前提下 如果制定一个只限制一家公司的规则 在法院会站不住脚 博索纳罗的决定 不仅会让巴西通信技术难以进步 还会影响到巴西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甚至其他领域 可以看出巴西内部分歧已然十分严重 一方面 美国承诺的十亿美元贿赂 美国承诺的十亿美元贿赂 让巴西总统心动不已 考虑跟风美国排除华为设备 另一方面 鉴于华为强劲的5G实力 以及在当地的市场份额 巴西副总统 莫朗等其他地方则更倾向于购买华为设备 此次巴西政府加入清洁网络计划 究竟是不是可以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 这会不会只是一张空投支票 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 巴西政府此举必然会导致中巴关系下降 现如今 中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 如果中巴关系受到影响 那么必然会给巴西的经济造成打击 由此可见 巴西政府此次做出的这一决定 绝对是必大于利 白眼狼养不熟 博索纳罗依赖中国成瘾 现在还想倒打一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由于今年新冠疫情不断恶化 导致全球经济放缓 严重打击了巴西的对外贸易行业 极大增加了巴西对中国的依赖 2020年以来 国内贫困加剧 消费需求缺乏动力 又不能通过国际债务来获得资金 以进行投资 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 只剩下出口这一架 还能拉出去跑跑 巴西把国内的资源 如石油、铁矿等大宗商品 进行出口 以获得国家收入 国内的排名靠前的企业 基本上都是资源型企业 工业企业已经很少能够与之竞争 由于落后的工业 不足以吸收庞大的就业人群 巴西的贫困人口高达5000万 占了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反而服务业是占人口最多的产业 2020上半年 中国作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占据了巴西出口总量的33.7% 目前巴西运营商们 已经在使用华为设备做5G网络测试 为明年当地的5G频谱拍卖做准备 此外外媒消息指出 巴西格亚斯州是2月3日在华为5G技术的支持下 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 目的是提高大豆等农产品的生产力 同时对作物疾病采取快速行动 今年10月21日 博索纳罗就已宣布将取消购买中国疫苗计划 但遭到圣保罗州等多方反对后 巴西已经顺利进口了首批600万剂中国疫苗 12月4日来自中国的第二批疫苗 抵达巴西圣保罗州机场 圣保罗州长多利亚前往机场亲自迎接并表示感谢 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对待中国疫苗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10月21日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声称 巴西政府不会购买中国制造的新冠肺炎疫苗 并表示该疫苗刚刚完成试验 巴西人民不会是任何人的小白鼠 事实上 博索纳罗和多利亚在防疫问题上的矛盾由来已久 之前面对博索纳罗抵制中国疫苗的行为 多利亚仍公开支持中国疫苗 并表示中国科兴疫苗是最安全的疫苗 希望能够引进到巴西 随后他在卫生部会议上公布 联邦政府已同意购买4600万剂的科兴疫苗 11月9日 他还表示圣保罗州已经开始为科兴疫苗建设生产工厂 有分析认为 博索纳罗和多利亚上述一系列举动 主要是国内政治局势所造成的 因为多利亚是博索纳罗在2022年竞选连任的主要竞争对手 所以博索纳罗全然不顾人民安全和疫情 公然和多利亚唱反调 面对博索纳罗无视国际形势和巴西国情 仍然执迷不误的做法 中方也清楚表达了其坚定立场 12月4日 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巴西已经决定 不再和华为就5G进行合作问题表示 虽然目前不掌握具体相关情况 但相信各国都会独立自主地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 以安全为借口 对相关企业进行打压限制的做法 既没有事实依据 也不符合国际经贸规则 在疫情当下 巴西的经济也呈现出严重下滑的趋势 该国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措施费用 预计人民币3026亿元 占其GDP的2.97% 这笔天文数字的支出 对原本就低迷的巴西经济而言 无疑是重大的负担 更糟糕的是 随着全球各国第二波疫情的来袭 为求积极自保 近期已经有连续四个国家 拒绝了巴西的求助 在这关键的时刻 中国再次对巴西伸出援手 承诺在30天内提供给巴西 医疗和防护设备 承诺在30天内提供给巴西 医疗和防护设备 以补充国内库存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国第一次帮助巴西了 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巴西第一时间向中国发出求助信号 对此 中国方面迅速回应 紧急为巴西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物资提供便利 协助巴西共同抗议 不过这场疫情也给巴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预计该国因疫情造成的影响 要到2023年才能消除 但是面对中国的援助 巴西反而不知道感恩 更是接连做出错误的决定 自年初以来 巴西已经连续四次对中国的陶瓷用具 尼龙沙线 摩托车轮胎和自行车轮胎等多种产品 收取额外费用了 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友好贸易合作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